就是我们在台大交流的过程中啊 遇到了一位同样来自复旦的同学 对 经过交流呢 这位同学介绍说他是台湾复旦中学毕业的 然后我们是复旦大学 然后当时知道 哎 都是复旦呀 一家人 那我们就聊一聊这个复旦的相关的故事 然后我们会发现 其实我们和他之间呀 我们有着同样的校训 然后同样的校歌 以及我们校园里的建筑物 比如说向辉堂 都是一样的 复旦不敢 微微学同文长幻 然后就倍感亲切 所以呢就是我们在现场呀 也唱了校歌 我觉得当复旦旦 复旦 旦复旦 日月光滑同灿烂这段旋律响起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是在一起的 我们也感受到了复旦博学而赌制 切问而尽私这样一种 孝性精神的这种激励 然后我们其实在离别的时候呀 也跟他有交流 说这个同学以后硕士 或者说有机会 可以真的来大陆的复旦大学 来看一看 来走一走 我们也非常欢迎他来